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国地震啥样 花莲地震收容索林玉间 帐篷4小时到位 是他干的 额显著提升武器产量 布林肯北约会议明确警告 紧急揭秘 川普报中共在美建军阴谋 场面超震撼 日F-15战机大批上公路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4月6号 星期六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别忘了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国地震啥样 花莲地震收容索林玉间 帐篷4小时到位 日本TBS电视台的记者虚贺川拓 五日于社群媒体X平台发文 分享自己前往花莲室内一处容纳超过100人的收容所采访时 令他惊讶地所见所闻 他表示 这处收容所室内设有36个中型帐篷 且备有冷气 而且户外也设有20个帐篷提供给害怕余震的民众使用 并发放防蚊虫用品 此外 收容所还设有10座流动厕所与军方搭建的10座热水淋浴间 以及志工提供按摩的疏压小站和资商窗口 而这些均在地震发生过后约4小时到位 他对此指出 速度快得不正常 另外 日本电视台昨天也报道花莲市内一处安置约110人的收容所状况 捐赠的食物 饮料 日用品等物资已排放在收容所内 且备有无线网络与资商单位 到了中餐时间 收容所内也供应便当给灾民使用 有日本网友看完日媒报道花莲市内的收容所状况后 认为日本的收容所相形之下显得很寒酸 台湾卫生福利部指出 截至昨晚9时指 全国收容处所共有基隆市1处 新北市18处 台北市1处 花莲县11处等4县市 共开设31处避难收容处所 共收容安置569人 是他干的 俄显著提升武器产量 布林肯北约会议明确警告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北约外长会议期间 向盟友加强示警中共正深化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 且规模已达令人忧心的程度 无独有偶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 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后 当年消化纤维素进口量大增70% 2023年上半年的进口量更激增至2021年进口量近两倍 消化纤维素是制造火药及推进剂的重要材料 目前 中共是俄罗斯进口消化纤维素第一大来源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日至4日举行外长会议 金融时报今天援引三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 布林肯在会议期间指出 中共提供俄罗斯工具 资讯 技术专业 且特别着重协助俄方生产光学设备 推进剂 以及在太空领域的活动 根据报道 布林肯提到 中方相关举措不仅有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布林肯在每一场会议都提及对中共的担忧 一名知情人士说 布林肯的警告十分明确 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与过往不同之处 美方如此明示 中共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 这堪称是新发展 报道提到 尽管西方施加制裁 俄罗斯仍有办法维持经济动能 并提升军工业产能 原因包括对中贸易扩大 以及透过第三地进口所谓的军民两用货品 俄罗斯已显著提升武器产量 特别是炮弹 飞弹 自杀式攻击型无人机 根据报道 布林肯呼吁盟友做三件事 包括直接向中共表示关切 公开发言 谈及持续深化的俄中合作 并对参与强化俄罗斯工业基础的实体和公司 采取适当行动 报道指出 中共的专家学者正密切研究俄方如何应对国际制裁 以利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时 中共能有更好的因应对策 紧急揭秘 川普报中共在美建军阴谋 前总统川普表示 过去两年已有超过4.6万名中国偷渡客进入美国 当中不少是政治军灵的壮年男子 令人担忧北京试图在美国境内建立军队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川普4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伊特访问 期间谈到中国偷渡客问题 休伊特引述新闻表示 过去两年有数万名中国人经南部边境抵达美国 川普随机回应说 这些人年轻而且健康 我看到他们的照片 我也在电视录影上看到他们 我的意思是 这些都是年轻 健康的人 潜伏美国后 大可暗中串联 图谋不轨 川普说 自己执政时努力维持国家安全 打造了史上最安全的边境 但制度却被现任总统拜登摧毁 全部努力化为乌有 休伊特接着提到 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不断缩减 相反 中国海军的船舰数目 可能在几年间增至425艘 两国实力将此消彼长 川普表示 他在任内曾尝试加强海军力量 兴建外观向游艇 但实际装配大量武器的船只 但拜登取消了有关计划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移民偷渡来美地数字不断增加 仅2日一天 边境巡逻人员就从南部边境 逮捕了182名中国人 圣地亚哥边境部分的 中国偷渡客人数甚至超越墨西哥公民 去年有3.7万名中国人 从南部边境来美后被捕 人数是两年前的50倍 而川普今年竞逐总统时 继续将移民议题作为主轴 承诺当选后将扭转拜登的政策 场面超震撼 日F-15战机 大批上公路 为了防范7.2强阵可能引发的海啸 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批F-15开上地势较高的公路 场面十分壮观 台湾7.2强阵3日引发日本海啸警报 位于冲绳的日本航空自卫队纳巴基地 为了维护身价高昂的战机 随即将大批F-15开上地势较高的公路 场面十分壮观 综合外电5日报道 纳巴空军基地官员在声明中说 为了因应4月3日的海啸警报 基地紧急确认仙岛地区的受损情况 同时将F-15战机和军车疏散到较高处 以保护相关装备 尽管出现在照片中的有12架F-15战机 但纳巴空军基地有两支F-15军中队 然而 这并不是航空自卫队第一次这么做 2011年3月11日当天 日本遭规模打九的强阵侵袭 引发巨大海啸 他们就采取过类似行动 不过 那次大批军机 尤其是30F-2战机严重受损 许多战机灾情惨重 根本不值得修理 另外还有很多军机 花了好几年才修复完成 而花莲这次遭强阵侵袭 当地空军基地 至少有8架F-16战机 因登基梯滑动碰撞 造成轻微损伤 不过 空军司令部说 经过立即更换修复 并不影响战备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